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台私見 我是私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蕭敏青先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 我們終於喝了一杯 市場反映了 今個星期反映了二萬四千多 突然有很多消息 就叫做好很多 師先生 繼續怎樣看 香港的情況好很多 之前突然確診數字上升 一個反彈 嚇到大家 那是外來因素造成的 突然多了外國留學生回來 帶了一些受感染的人進來 但內部看到市民的自覺性 本土的措施都有成效 連續六天都是單位數字 希望可以保持住 我自己覺得 應該隨著確診數字下降 大家覺得疫情不會惡化 但是情緒好 投資的勇氣都會大一點 大家對前景觀斷 本來需要不需要走 現在可能沒那麼急要走 以前走了會補回一些 所以市場又好一點 但是我認為 你說經濟會不會反彈到 就像疫情之前 你說即使23日限聚令取消 或者全面的關口開放 都回不到以前 有些傷害已經做了 有些死亡的 你怎樣救生 香港人死得少 但是香港的很多行業 是無法繼續繼續 政府現在做了一些措施 當然可以幫助別人 即是你出一半薪 或者雖然有個上限 即9000元那個 但是大部分人 不是大部分人 現在炒人也不算很普遍 即是公司的前景不太好 生意做少了 也有些人失業 你要期望他們出來消費 都去不了以前的位置 即復甦的力度 就未必是一個V-shape 這就是個人的消費 另外經濟在這段時間 全世界都差不多停擺 會出現什麼情況 因為以前我們在全球化之下 產業鏈都是各與各之間互相依賴 別人工都沒有開 關也沒有開 你搞定了 你想開當做 其中兩個零部件不到 你就出不了 所以經濟一定受到傷害 現在將生產線搬回來 這麼容易搬嗎 經濟不好 搬一搬不用錢嗎 搬一搬是一個新的投資 現在譬如特朗普 幾人去中國化 將中國的工業搬回來 中國復工比你更快 你那裏還未開始搬回來 怎麼回復 搬回來就慘了 Tesla的中國廠都開回來 美國的廠都還未開回來 所以有些事情不太容易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 疫情之後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如何變化 現在有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 應該不是全球化的逆流 以往就很崇尚 現在買不到口罩 有些國家連一些糧食都說不出口字 變成了人人都說 將產業線搬回來自己 為什麼以前出去 那裏便宜 你才去那裏做 搬回來貴了 你的經濟好了還是差了 差了 你有便宜的不利用 去自己貴的地方 別人的原材料生產地 你便運到這裏才生產 所以我認為整個世界的經濟 營運都會下降 另外很多東西以前不儲存 口罩也不儲存 消毒液又不儲存 食物又不儲存 現在什麼都說要儲存 儲存後沒有那麼多拿出來洗 或者儲存後要生產更多出來洗 儲存那些是沒有功能的 儲存不會產生效益 儲存一路折舊 儲存一下就不能用 你說這個世界是不是浪費大了 效益差了 這些因素都影響整個經濟打折扣 所以實體經濟 回到過去的 我認為七成鬆低 七成多 有一部份拿來儲存 有一部份 便宜的地方不生產 拿去貴的生產 生產了又運去那個地方 那些成本多了多少 前幾年 全世界經濟的增長 都是靠全球化 還有 香港這些地方 一直都外向營靠國際貿易 國際金融服務 每個靠自己本土主義 香港能否把生產線搬來香港 暫時只有口罩 口罩機不用買機 只是有廠房 有工人 材料也要買 機器也要買 一定比你買回來的貴 新產生產出來 靠折扣 政府保持錢 你用生產口罩 所以那條路 就走不通 我自己看 實體經濟 一定回不到 全盛時期 有七成八成 就算不錯了 但是我們在股市 不是只看經濟 看經濟就很難看 過去那段時間 美國經濟增長快 還是中國經濟增長快 美國經濟增長慢 中國經濟一半左右 美國股市升還是中國股市升 所以我明白 剛才說實體經濟 不是說股市 我們這些股民最想知道的 究竟股市是怎樣 股市 現在你看整個世界 為了救市 都不擇手段 美國聯儲局出來買債 還無限 原本4萬億的資產負債表 現在升到6萬 6萬多了 有些說年尾還有雙倍 12萬億 不是6萬億 說錯了 6萬億 說錯了 6萬億 那些資產負債的資產負債 以前買國債的 有物業抵押的 所謂高質素 高質素的 現在 看到企業不可以 有些非投資 就是怕好公司的單規化 變成垃圾債 現在一起購買 現在一起購買 什麼都購買 收買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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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不可以購買的 就是政府 由政府去舊市 政府都拿兩萬多億 拿來購買 那些資產負債的資產負債 美國赤字了很久 又是聯儲局替它購買國債 英國好像還開一條水喉 給其他人拿 英倫直接被捕 那些資產負債的問題 是否流通得快 流向哪裏 流日實體經濟 就未必有很多流禮 夠急的就有 即是 Cash flow不斷 趁你周轉就養著條命 是不是會去投資 開多幾條生坦線 開多幾間分行 請多些人 那些是沒有的 你看之前都是偶爾收購一下行家 變了錢 流向實體經濟有限 流向金融市場 資產市場比較多 另外政府實體經濟夠不電 唯有撐著金融經濟 資產市場 股市 就會升 這是從貨幣的因素去看 但是經濟不好 股市升 我就認為 經濟好的時候 股市升 我就安心一點 健康一點 經濟不好股市升 我就會欠一點 我會趁它升得多的時候 我會減持一些 那些有很多賺 我都不賺 我寧願買一些 穩穩穩的 黃金 樓 這些實質的資產 其他那些 我認為 股票 債券 其實 即使在那裡升 也有風險 越升 風險越大 所以 如果升的話 就減持一些 師先生 看機會就先吃壺 看機會 現在只是反彈 反彈完 不是馬上過頂 最終因為錢多 都是 升破的機會存在 上星期我記得師先生提到 至少反彈到26,000 是一個目標的位置 短期目標26,000 最新的想法 有沒有轉變 都是維持這個 當然 情況不斷地改變 有些事情 什麼位置呢 我就 沒有百分之一百準確 我認為 實體經濟 恢復不了 疫情情況 這是我肯定的 虛擬的資產市場 有機會 價格升得高於以前 當然不是下個月 整個浪結束之後 由於這麼多資金出來了 股市 其他資產會上升 就不奇怪 好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謝謝師老闆 各位觀眾 如果想支持我們的節目 記得去以下的網站 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下星期再見 所以才是 發球 最新的 自己 因為 可以 使用 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